为发展5G智慧城市 县长徐正位25号率领秘书长张艺华 及幸福团队前往台北南港展览馆参访 2021智慧城市展 县长期面幸福团队透过标杆学习 运用企业科技的经验 化科技为便利提升政府行政效能 也打造花莲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是打造智慧国家的关键第一步 县长徐正位表示 花莲的智慧国土发展目标将朝向 落实智慧生活、智慧环境、智慧经济 智慧社会与智慧规划治理等 五大面向着手 并在五大面向下再区分为八大推动领域 分别为智慧交通、智慧治理、智慧建设 智慧防灾、智慧教育、智慧医疗、智慧农业 智慧观光等 分别思考扩大各项智慧科技之应用领域 行动一套在这边 政府为了推动 智慧国家创新经济发展方案 特别提出了前瞻基础计划 普及智慧城乡生活应用计划 运用辅助机制以及地方场域进行服务 与全台推动智慧城市应用服务 促成智慧生活普及 达到促成区域联合治理地方永续发展 以建构国民优质的生活空间 记者台北市采访报道